腾讯体育10月31日,记者添布原发自米兰圣西罗球场,意大利进来连日暴雨,南京阳光,着实让米兰人闹心,而整个米兰最闹心,的那个人一定性家吐索。 自从输给北蒂斯后,房间对这位米兰名字的不满意义走高,纷纷指责他临场只会耻顿,缺乏战术内容,尽管周玉足场宁允许申伤扶,但似乎根本不能灭火,并且对镇选手塞前夹图索的风口论反而更是坐实了对于他只擅长鼓舞士气的批评之词,而联赛至今未能完成晕风, 以及场面上的动荡也让胜利不那么足以令人信服,家徒所的日子并不好过有趣的事,虽然大家在家徒所水平,不行这一观点,上岛成了普遍共识,那就要不要换帅这个问题上,米兰的球尼们却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派, 一位看起来很懂球的女性到家派球迷表示,米兰如果想尽快重新回到,我们应该在的位置,就应该停止找蒙特拉、多纳多尼、家徒所这样不上不下的教练和新手,赶紧换一个知道如何取得荣誉的人,要不然都是在浪费时间,空地就是一个选择啊, 库特罗内和衣瓜边一起手法,早就应该这样了不是吗,帕特里库特罗内总是一上场就进球,这样的前锋,直到上周末才第一次手法,反正我不理解, 而另外一位年纪稍大的球迷则代表了保驾派,米兰早就不是十几年前的米兰了,能进侠塞进欧瓜我就满意了,家徒所虽然不是个好教练,但是不要再换来换去了, 动荡对球队一点好处都没有,最好的情况是接下来希望突然哪一天家徒所,就明白怎么当主教练了吧, AC米兰难得只得两连胜显然,如果想要带着米兰完成就收,同时也就输自己喜双骂名,家徒所只有杀进前次就划山一条路, 稳住球迷的基本盘,同时也能赢得高层的信任,这个机会就在今天晚上,之前少赛一轮的米兰迎来对热奈亚的补赛, 即十五分的米兰如果能够取胜,将以晋升球的优势挤掉拉奇奥来到积分榜第四名,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这一情况真的发生,若将是继2010年米兰,米兰双雄熊手子同时出现,在积分榜前四名, 而国际米兰已经抢先一步,在本三季爬出了泥潭,眼睛睁看着同城死敌每周三晚上能在同一片场地上听欧关主题曲, 你说红黑球迷闹不闹心,家徒所对阵容进行了微调伯纳万图拉的缺阵, 干脆给了家徒所在震惊革命的路上一样摇一遍,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从赛前公布的首发名单来看,米兰似乎要打此前从没尝试过的352, 除了库特罗内衣瓜英的伤前锋之外,而罗后却左中卖, 这个便招大胆的让记者们带着疑问的惊呼,战术大师加图索, 比赛开始之后才发现原来米兰主教练使的是一招更让人惊讶的移花节目, 凯西出任优后了,不过公平的讲, 加图索此前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不懂变通,此番不迫不利, 也算是一种进步探索的表现了, 比赛刚刚开始四分钟苏索就用一个招牌的苏索试镜球帮助米兰取得了领先, 其实不光观众们看得出来, 相信热耐亚的球员和门将看着苏索出现在球门左侧区域, 开始挪着小碎步故作犹豫的样子,都能猜出来他想干嘛, 但是脚锋正射的西班牙人就是拦也拦不住, 身旁的同时表示,苏索已经越来越有罗本的架势了, 苏索打破场上将举本赛季的米兰, 无论场面上处于何种情况, 以光阴总是球队气势的带动者, 第16分钟左右,他和库特罗美两名前锋, 从前场回追马斯泰利,到本包进区前协助队友蹲下皮球, 赢得了球迷们阵阵掌声, 根据记者的一个小小统计, 以光阴每场比赛都至少有两次靠回方成功赢了掌声, 这是米兰球迷喜欢并且需要的强烈球身心态, 进球后的米兰和其他比赛一样, 并没能掌握场面上的主动, 这个由巴卡约赫和恰尔和奥鲁达档中路的破产版442, 并不能在中场抵抗朱热那样的人数优势, 甚至一度吃的红黑军团都无法将球推进过半场, 巴卡约赫过于随意的回传, 险些造成了多难以满的失误, 幸运的是此前状态火热, 7场9球的波兰射手皮亚特克继续了换帅后的迷失, 否则拱手送出这么多机会的米兰, 绝不会在中场带着1比0的比分走进更衣室, 下半场回来后出球问题也就没有得到解决, 看不下去的米兰男看台已经传出了真正之声, 果然不久之后热纳亚前锋顾亚努就抓住了断球的机会, 造成罗马尼奥利的乌龙搬平了比分, AC里兰的乌龙球师球后转播镜头, 立刻对准了看台上的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 与莱昂纳多的镇定相比, 马尔蒂尼显然不满意球队的防守表现, 先是用手搓着面颊, 随后朝着场内伸直了手臂, 同时向莱昂纳多抱怨着什么, 而主场的球迷也狂骂着, 巴卡约克是没脑子吗? 为什么没第一时间几围? 东窗前马尔蒂尼把, 防守肯定比场上正帮人强, 愚蠢的丢球让马尔蒂尼几围不满直到这时, 加托索才选择修正自己的错误, 换上一位正选边后卫, 巴卡西摧毁中路, 这一换人之后, 米兰虽然场面依然发散可尘, 最起码不再有被对方压在球门前三十米出不了球的窘境, 被换上的阿巴特也仍然不能让人省心, 他的平平失误, 给了库亚姆多次反击的机会, 米兰的右路防守有多狼狈, 下半场主攻这一侧的库亚姆, 到第八十分钟, 居然因为冲刺次数过多导致体力不支, 在一次死球的情况, 下下场变得助教, 要来了补充体力的能量保持了起来, 热纳亚主帅尤里奇, 也在只有八度的夜晚, 脱掉了外套在场边不停地冲着球员喊叫, 赶紧往还没吃完的库亚姆推进了场地了, 想要在加图索头上拿下这三分, 最后时刻拉度愚蠢的机球, 终于救了加图索一命, 罗马尼奥, 绿的吊射不偏不倚落进了球门, 再后他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可莫想传中啊, 我奔着顺门去的, 在米兰场上球员和场下球迷欢庆的浪潮中, 热纳亚主帅尤里奇狠狠一脚踹在替补席上的愤怒很快就被淹没了, 罗马尼奥利杰杀虽然一场胜利, 把米兰带进了前四, 但清醒的红黑球迷们应该能认识到, 这场胜利只能归结于命运, 因为不管首发阵容的选择, 看CTU后卫这样的变招, 还是压力下的临场反应, 在倒球队的场面, 都没有看起来与一个两连胜反弹相匹配的表现, 如果加图索不能在接下来的直角中尽快完成蜕变, 恐怕丢掉前四的位置, 还会是迟早的事, 腾讯体育在现场。